你说于是经历背对着 我是你的选号 年轻人很快哦 哦 看来Ozzy除了传教士 还可以出个单曲叫背后书哦 准备好鸡排真奶指板凳啦 因为Ozzy风波高筹迭奇 去年11月西河弦前妻Kiana 仍爱新男友水瓶少爷 她1月13号显示发文 一直扎在我心底 幼稚又成熟的327红发男孩 还直接hashtagOzzy 之前有说过喜欢年纪大一点的女生姐姐姐姐姐 没有那时候是说都可以 就是姐姐的姐姐的 姐姐的比较高哦 哦 因为Ozzy恰巧符合这位姐姐列出的所有特征 但事后Kiana又说一切都是误会 并删除过去水瓶少爷相关发文 没想到说辞再度翻盆 1月17号Kiana晒出对话截图 认了和Ozzy曾经有关系 但现在没关系 不是炮有晕船吗 为什么她一句话都没有出来说嘞 这些问题她本人非常清楚 Kiana透露仪试图联络对方 但都得不到回应 炮红经纪人擅自跟记者 瞎扯认识的时间点 秘密你一句话就能熄火却不表态 让我非常心寒 怎么摔心脏呢 like gotta be us 这次的干我长期啊 哎呀不瞒您说 咱们国师1月9号就神预言 但对某些害怕起底 又秘密的人来说 睡你啊就不那么好玩了 因为可能被瓦掘过去 会用不当言行的话 也容易被起底哦 你的言行举止也很可能 很容易成为别人八卦的焦点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想哭 可能我感受到水瓶座了 冲击很大吧 哦 没错更大条的来了 1月18号 Ozzy再被外流性爱影片 日式里激情喊着短髮妹baby 48秒的摩擦摩擦 Ozzy也大方认了是本人 女方呢是当时交往的女友 拍摄时间大概是四五年前 我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住 可以按赞跟留言 艾亚原来发文别有生意 浪年酝酿出48秒星座 大家可以来信教咯 但我觉得整体上 男生比较不容易去 在sex的时候走心 有些时候 很多时候男生会比较 把它当作是一个发泄 因为男生对这个发泄的需求量 可能比女生高一点 也就是因为这个基因的思维 会让我们就是想要去 有办法去分开说 我现在去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对你有这样的视觉的吸引力 这会帮助我 express 但是这不代表我爱上的人 当你比如说我有女朋友 然后我们在做爱的时候 这个experience 是会完完全全超越那种没有爱的sex 真的假的有差吗 有差 对我来讲 making love 跟sex 还是有很直觉上的差别 有吗 有这件事吗 我会去检查一下 对我来讲一下 对我来讲一下 有这个问题吗 对我来讲一下